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二郎和七娘好拘谨 踏监可放无数本,百宫要术,别睡了起来看书 柳然,这百宫要术,千载难逢 你要是想看,便只能在你我洞房之时 风起落阳,开播以来,好评不断,热度不紧 好多网友因平台播放的时间安排 以至于前几天熬夜刷剧 后几天只能二刷过瘾 实在没有看的了,就看看预告吧 这一看不要紧 二郎和七娘作为先婚后爱的经典代表 终于给七娘盖被子了 可是七娘呀 咱钓鱼用的,百宫要术呢 可不能言而无信呀 随着剧情的发展 在女生面前手足无措的王一博 和先婚后爱包年用户的宋艺 无疑 是本周风起落阳的看点之一 八卦之火熊熊燃烧的网友们 迫不及待地想看牧师之心的二郎 与护肤狂魔的七娘 是如何同态而眠的没想到看过预告之后 差点笑岔起 说好了洞房之时才能看的 百宫要术哪儿去了 小百里和七娘居进的中间 可以放无数本百宫要术 但是 今晚的铁铁 无疑是小摩托们最羡慕的女人 毕竟你们二人中间这个距离 有多少疯狂的小摩托 想挤在你俩之间 由青年演员王一博饰演的百里红一 二郎 在剧中与宋艺饰演的柳然 七娘 是没有感情 纯粹因为联姻而产生的婚姻 二郎拒绝的态度明显 没有感情也向对方说清楚 还女生自由 净身出户 尽管对方算得上与杀父仇人有关系 但也明明白白地表示他是他 你是你 不会迁怒 不会指责不说古装剧三观天花板 放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三观也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三观如此之正的二郎 能够为七娘盖被子 已经打破自己了的底线 八卦的网友们 你们还想看点啥呢 都说网友的思维无边界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网友接不上的梗 还记得当初七娘诺言的网友们纷纷猜测 二郎不可能这么冷静 肯定想别的了 百宫要数 不是说好要一起看的吗 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睡什么睡 都给我起来看书 手动扶额偷笑 风起洛阳 不仅弹幕人才特别多 思维跳跃的网友也特别多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网友解释不了的 搞笑的同时 也证明了风起洛阳 确实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演员的演绎 也将观众带入到剧情的氛围里 并且能够从细节出发 找到隐藏其中的乐趣 虽然有一些无厘头 但是也代表了观众们的 可爱之处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授权巴掌随笔 七娘离家出走 百里红一自愿净身出户 柳家乐章怒喷二郎吃软饭 高炳竹加入联房 一系列的反转 反转再反转 接下来的剧情将会怎样发展下去 让我们搬好小板凳 静待今晚的播出 不过真的很好奇 说好的 百宫要数哪儿去了 是 不明可否 不明可否 让我们可以认为